姜粉泥治好鼻痘炎案例 我罹患鼻痘炎多年 经常鼻塞 流出黄浓鼻涕 有时倒流至喉咙非常难受 刚开始 我是使用鼻用肋骨唇喷剂 来缓解流鼻水 鼻塞 鼻子痒等症状 但药效很慢 通常要三至五小时后 症状才会缓解 医师交代 要长期使用才有效果 两年前症状加重 于是到医院做内视镜检查 收集鼻痘粘液做分析 也照了X光 观察鼻痘内的肌液状况 又做了断层扫描 最后也接受手术治疗 原以为手术后 可以恢复鼻痘的畅通 恢复正常 但是并没有太大改善 最近半年 反而症状加重 很幸运的是 我接触了原始点 才知道了什么叫热能不足 及服用药物的副作用 看到一个用浓浆汁 处理鼻炎的案例 兴奋地立刻照着做 早晚喷鼻 感觉黄浓鼻涕减少了 于是我敢用姜汤直接灌入鼻孔 姜汤灌入鼻孔后流至喉咙 我觉得温暖鼻腔时间较长 直达患处的功效明显 鼻塞 黄浓鼻涕改善很多 2019年3月底 参加原始点基础课程 老师介绍姜粉泥的妙用 回家后立刻操作 我用很细长的专用条羹 将微拨好的姜粉泥 输送到鼻孔内 姜粉泥在鼻孔内停留着 温暖舒服 不像姜汤灌入鼻孔后 很快就会流到喉咙 第二天早上起床 竟然没有鼻塞 也没有流出黄浓鼻涕 困扰这么多年的鼻塞 鼻涕倒流 流黄浓 鼻涕 鼻痛的问题 得以改善 真是不可思议 感谢张医师感恩原始点 及志工们